好的,所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contention table 所以我们现在有总共有240个人 其中有34个人或者有0.142个人 14.2%的人他们同时有吸烟的习惯解释了这个病 然后有56个人或者23.3%的人有吸烟的习惯 我们先想问的问题是 那么吸烟的习惯跟他有得这个疾病 有没有关系 或者说用一个比较几率或者统计的语言来问的话 我们想要知道说 smoking and disease 吸烟习惯跟生这个病 他们是不是独立的 OK,我们会在之后谈第6章跟第7章的时候 谈更多什么是独立这个概念的一些理论细节 不过我们现在如果就有资料来看的话 教科書是这样写的 2 variables are considered to be independent 对,如果你有教科書的话 我们在第73页的4.1节 2 variables are independent 那么他们的意思是 if the observations Obs是observations 我们的观测值 on one on one do not influence 不会影响到 the other 一个 变数的观测值 跟另外 不会影响到另外一个变数的观测值 讲的也没有讲 什么意思 他讲的事情是说 如果 我们可以看到说 我们的资料里面有 百分之十四点二的人 百分之十四点二的人 有吸烟的习惯 而且得了这个疾病 如果 吸烟的习惯 跟得这个疾病 没有关系的话 我们希望看到了什么 我们希望看到的是 0.142这个数字 应该要很靠近 吸烟的 marginal frequency relative frequency 0.233 乘上 this is the marginal relative frequency 0.417 如果 我们看到 吸烟的习惯 跟这个疾病 彼此之间是独立的话 我们期望看到的是 0.142 应该要很接近 0.417 乘上0.233 或者我可以说 我可以把等号 左边和右边都乘上240 34这个数字 要很接近 56 乘上100 除以240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了 我们就说 也许 也许 吸烟的习惯 跟这个疾病 彼此之间是独立的 我们可以到R来一起操作一下 OK 如果 你可以看到 我在我的R screen有写这些东西 如果这个疾病跟CN是独立的 我们应该看到说 3.4应该很接近 100乘以56 除以240 我们可以把它计算出来 100乘以56 除以240 是 23.333 这时候你可能想到就是 你可能马上就想到两个问题了 第一个是 诶 23跟34靠近吗 这不是一个哲学性的问题 这是一个统计学的问题 我们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会在我们之后谈假设检定的时候 仔细来谈出 我们怎么在统计学的方法来判断量数度够不够靠近 但是你想 你会想到第二个东西可能是 我们来一起看我们的table 我们的table在这里 或者我把我的table再叫出来一次好了 我们的table长这样子 OK 我们比较了34 以及56乘100去240 你可能想到是说 我们好像不应该只比其中一个数字嘛 我们这边有 吸烟生病 吸烟健康 不吸烟生病 不吸烟健康 四个选项 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公平合理的比较的话 我不应该只比较34 以及56乘100去240 我应该也要比较22 跟56乘140去240 66跟184乘100去240 118跟184乘140去240 我应该也要比较其他三个东西 我应该四个东西都要比较 才是一个公平合理的比较 所以我们这边要介绍我们的第一个 major of association for two discrete variables 所以如果你有教科书的话 我们可以翻到第76页 OK 在第四点二点一节 我们介绍第一个 我们的第一个major of association Peterson's classical statistics 我们现在先回到黑板 我把我写在这边的文字擦掉 等一下我想把我的table留着 等一下我想把我的table留着 OK OK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 第一个major of association 叫做 chi square statistic 这个字母看起来像英文字母X 但是它是希腊字母 这个希腊字母念开 然后如果 你用任何 可以排版希腊字母的文字处理软体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字母它把它拼写成CHI 但是 虽然它拼成CHI 它不念起 它念开 是 就有点神奇 然后 有的人会把它叫做Peterson's chi square statistic 因为 顾名思义 发明这个东西的人叫做Peterson Peterson's chi square statistic 我们怎么计算这个东西 它的 它的公式是 它的公式是 我们的chi square 等于 哦 这是教科书上的 嗯 公式4.6 summension i from 1 to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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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除以N 好 有看到 诶我们怎么有这么多莫名其妙的notation 大家不要担心 这他的notation什么意思 当我顺便说 我这边有K跟L 他指的就是说 我在我的两个变数有 几个不同的可能 我的this is 要嘛是yes或no 所以我的K是2 我的smoking可能是yes或no 只有两种不同的可能 所以我的L也等于2 Nij是什么 我的this is等于1 smoking也等于1 我把标识成 这边标识1 这边标识2 这边标识1 这边标识2 我把this就是 他生病叫做1 没有生病叫做2 他有抽烟叫做1 没有抽烟叫做2 我的N1 1就是34 我的N2 1就是22 我的N1 2就是66 我的 对不起我写成N1 6 N2 N2 2就是118 然后 我确定一下 我把N1 1跟N2 1加起来 就叫N加1 N plus 1 56 56 我把N1 2跟N2 2加起来 就叫做N plus 2 我把34跟66加起来 叫做N1 plus 我把N2 1跟N2 2加起来 就叫N2 plus 我全部加起来 就240 就叫做N 所以 什么是N2 IJ 它是N Ni Ni plus N plus J 除以N 比如说我们来算一个东西 我们来算N Tilda 10000 它是N1 plus N1 plus是什么 100 N plus 1是什么 56 N是什么 N是240 只是我们拿100 乘以56 取240 得到N Tilda 1 1 我拿140 乘以56 取240 就得到 我把他写下来好了 我拿N2 plus 100 乘上N plus 1 除以N 就得到N Tilda NTilda Tilda 也就是140 乘以56 除以240 所以我可以把四个NTilda IJ 都计算出来 我拿34 减去100 乘以56 除以240 平方 除以 这个东西 我拿66 减掉 100 乘以184 除以240 平方 除以这个东西 我拿22 减掉 140 乘以56 除以240 平方 除以这个东西 我拿118 减掉 140 除以 140 乘以184 除以240 平方 除以这个东西 全部加起来 我就得到Castware Statistic 它什么意思 但是 在讲到更深奥的同学理论之前 我们要说的是说 我们刚想要问的问题不就是 34 和 100乘以56 除以240 这两个数字 靠不靠近 如果这两个数字很靠近的话 两个数字相减平方 就会很靠近0 如果 每一个NIJ都很靠近NTO打IJ的话 我这每一个的分子都会很靠近0 所以整个Castware就会很靠近0 相对的 如果我的 每一个NIJ都跟NTO打IJ很不靠近 距离很远 它们相减平方就会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分子会很大 四个东西加起来 你的Castware就是很大的数字 所以你的Castware Statistic 越接近0 就代表说 这两个变数越接近独立 它们离0越远就代表 这样的变数 越dependent 的顴 越 不太独立 好的 现在我们到R来计算一下Pier 22 Pierry & Ski三池瑟方 OK 所以我们再看一次 在R底下是我们的Condition table 我们想要比较就是 三四以及一百乘以五十六 除以两百四十 二十二以及一百四十乘以五十六 除以两百四十 六十六以及一百乘以八十四 除以两百四十 118以及140乘以180乘以240 所以我们做法就是 34减掉100乘以56 乘以240 这是第一个东西 平方除以我们的antioda 100乘以56乘以240 加上第二个 22减掉antioda 140乘以56乘以240 平方除以140乘以56乘以240 再加上66减掉100乘以184乘以240的平方 除以100乘以184乘以240 加上118减掉140乘以184乘以240的平方 除以140乘以184乘以240 OK 然后我们就执行这个东西 选取它按上Ctrl Enter 然后你就在右上角看到了 我把这个东西随便取名叫 开大Square 你想知道开Square值什么话 你叫数开Square 就发现 它数字是10.90328 或者你也看右上角Environment 你就看到它是10.90328 305 23514 好的 我们当然可以直接 把这个东西算出来 或者你也可以把数字写在纸上 用计算机把它算出来 可能讲说 我们这边只有四个不同的情形 如果你有一个很复杂 超级复杂的情形 有很多个同期完 你要这样一个一个算就很困难 所以有没有办法 拔算出来 当然有 在R里面我们用的指令叫做 C-H-I-S-Q 打Test C-H-Test这个指令 你在里面放上我们的Table 然后加上一个参数 Correct等于F 这个F是False假的缩写 它就会算出我们的C-H-I-S-Q Statistic是10.903 后面两个东西 我们会在学期的后半段 慢慢告诉大家是什么 然后如果你 因为反正在这个阶段 我们只关心第一个 这个Statistic 所以如果你只想要Statistic的话 你也可以在这串后面打上 $S-T-A-T-I-S-T-I-C 执行这一行 它就告诉你这个Statistic是10.90328 好的我们也可以用Python来做这件事情 OK 同样的我们可以 把我们刚刚计算这一串东西计算出来 34-56除以240的平方 注意哦 在R里面 我们要做平方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Shift6 那个上面有一个尖尖的东西 但是在Python我要做平方是两个$3 然后在Python 因为你看我的指令很长 我想要换行的话 换行就是我在加 夸号后面加上一个导写线 我就可以换行 我执行这几行 它就帮我算出我的Castical Statistic是10.9032830523551378 我要把它叫出来后 我可以用Print夸号 我那个变数 我也可以直接竖那个变数的名字 它做出来的事情是一样的 10.9032830523551378 OK 如果我想要用里面的指令 而不想要每次都这样输入成算式的话 我也可以这样做 我的做法是 我从SciPy这个Library里面输入 Statistic STATS这个package 然后我先把三四个数字输入成一个Table 就一个2乘2的NP Array 然后把它放进 我用SciPyState里面这个指令 Castical底线Continency 它就会帮我算出这四个东西 同样的 我关心的是第一个 10.903283052351378 底下还有几个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会慢慢 以后会慢慢告诉大家这是什么 同样的 我们要基本上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要加上一个参数 Correction等于False 所以这是我们的KaiSquare Statistic OK所以KaiSquare Statistic就是如同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数字越小就代表你的资料越接近独立 这个数字越大就代表你的资料越不接 越不独立 但是这时候另外一个实际的问题就出现了 好我知道什么叫小吗 这个东西一定是正的 它是很多平方加起来 越接近独立越小 那什么叫大 这个数字可以大到非常非常大 怎么样知道它够大了 或者说怎么样知道它够小了 在讲到更多统计学理论之前 我们这边先提供两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我们先回到我们的黑板 然后我要看 我要擦掉一部分 我把这个部分擦掉好了 我刚才计算出了KaiSquare Statistic 讲这个样子 它的最小值是零 它最大值理论上可以到无雄大 所以我们要介绍第一个东西叫做Kramers V-Statistic 它叫做V-Statistic 然后它是Kramers提出来的 所以有人把这边加上Kramers 记念Kramers OK它怎么计算 它是我把我的KaiSquare Statistic 除以它理论上最大值 N乘上Minimum of K跟L 减掉E 这是它理论上最大值 开根好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 这样做的话 这V-Statistic的好处是 它永远都在零跟一之间 所以你只要看这个数字 接近零或接近一 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这个东西是接近独立 还是不接近独立 另外一个做法是 看我把这里也擦掉了 不想擦 把这里擦掉好了 另外一个 大家有时候会用的做法是 叫做Contingency Coefficient 我去接下来 我去计算 我的Continency Coefficient 叫做C 然后C是我的 KaiSquare 除以KaiSquare 加上N 开根好 这个东西在我们的教科书的第77页 这两个东西都在 这是4.11式跟4.12式 然后这个东西的最大 理论上最大值是 Cmax 我的K跟L里面的比较小的 减掉1 放在分子 我的K跟L那比较小的 放在分母 然后我去比较小的 我把这边也擦掉 我去比较C跟Cmax 叫做C 是我的C除以我的Cmax 得到的东西叫做 Contingency Coefficient 我们可以一起用我们的R跟Python 来计算这个东西 所以我要用R来计算的话 就是我把我刚刚算的KaiSquare 除以N乘上 K跟L那比较小的 我把他写的比较清楚 我有 This is 有两个可能 生病或不生病 我的吸烟或不吸烟 有两种可能 吸烟或不吸烟 2跟2那个比较小的 减掉1 夸号 乘以 我的量本数240 我拿我的KaiSquare 处以这个家伙 然后整个开根号 在R里面开根号的指令 是SQRT Square Root 得到我的V statistic 是0.21 又或者你也可以 不要用开根号 你可以记着 你也可以选择这个地方 然后把它取 它的1 2次方 或者0.5次方 你会得到一样的东西 0.213144 然后我们也可以去计算 Contingency Coefficient 它的计算方法是 我们先把C跟Cmax 都算出来 C是什么 我的KaiSquare Statistic 除以KaiSquare 加上240 开根号 我的Cmax是 K跟L那个比较小的 减1 除以K跟L那个比较小的 开根号 那C除以Cmax 得到是0.29 这两个数字都在 一定都会在0跟1之间 我算出来的数字是 分别是0.21跟0.29 我就可以说 这样好像不是 中间的dependency 似乎并不是特别强 我也可以用 Python来计算这个东西 所以 我刚才计算了KaiSquare Statistic 然后 我把它除以240乘以 2跟20比较小的 再减掉1 要整个开根号 再说一次哦 在Python里面 我要做某某数字的次方 我用的是两个大勒算 两个asteryx 所以它是asteryx 0.5 0.2131439561692146 然后 我计算我的C KaiSquare 除以KaiSquare加240 然后开根号 Cmax 2跟2里面比较小的 减掉1 除以2跟2比较小的 开根号 你要写看号 0.5次方 2分之1次方 是一样的 C除以Cmax 得到的就是 0.2948088 OK 所以我们现在继续看 我们的这个CN的例子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介绍 两个东西 分别是 Relative Reeks 相对的风险 以及As Ratio OK 它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我们的240个人里面 有34个人 又吸烟 又有生病 有22个人 有吸烟 但是没有生病 有66个人 没有吸烟 但是有生病 118个人 没有吸烟 没有生病 我们可能会关心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比如说 一个人 有吸烟 或没有吸烟 对他 生病的风险 差了多少 他的相对的风险 是什么 我们的计算方法 是这个样子 我们拿 34除以56 还记住吗 我们拿34除以56 我们得到的是 conditional frequency conditional on 这个人有吸烟之下 他生病的frequency 是多少 我们把这个东西 放在分子 我们把 66除以184 把没有吸烟 生病的人 66除以184 得到 conditional on non-smoking given on the case is that the person the person is not a smoker the conditional frequency of disease 66除以184 我们拿 34除以56 除以66除以184 我们来记住这一行 得到一个数字是 1.692641 这个叫做 relative risk 他说是什么 他可以解释成 如果 有吸烟的人 吸烟者 相对于 没有吸烟者 他得这个疾病的 风险 他得这个疾病的几率 高了 是没有吸烟的 1.69倍 再说一次 这个东西叫 relative risk 吸烟者 得到这个疾病的 几率是 没有吸烟者到这疾病的 几率的 1.69倍 同样的 我们可以拿 22除以56 除以118除以184 得到 0.6125908 这也是一个relative risk 他说的是 吸烟者 保持健康的几率 是没有吸烟者 保持健康的几率的 61.26% 这个叫做 relative risk 我们也可以计算 另外一个东西 另外一个东西什么 我们拿 这个1.69 放在 分子 然后拿这个 0.6125908 放在分母 我们把它相处 得到 2.763085 这个东西叫做 at's ratio 它什么意思 这个东西写在教科书的第78跟79页 at's ratio的意思是 the chance of having the particular disease is 2.76 times higher for smokers compared with non-smoker 得到这个特定疾病的几率 先者就是 是非先者的2.76倍 但是 你可以看到哦 如果我们做这样子的计算的话 有的人也会说 我们搞不好可以做另外一个解读 对 the chance of smoking are 2.76 times higher for individuals with the disease compared with healthy individuals 我们可以把它解读成说了吗 如果我们比较 有生这个病跟没有生这个病的人来说 有生这个病的人 有抽烟的几率是 没生这个病有抽烟的几率的2.76倍 我光看这个数字的话 我是可以做这两方面的解读的 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件事情 当我们在看这样conditioning table的时候 我们其实我们刚才一直都在讲说 我们相信可能 是抽烟导致了某某疾病 所以我们说是 吸烟者得到这个疾病的几率 是非接烟者的几倍 但是这个东西 我们说是吸烟导致的这个疾病 或吸烟没有导致的疾病是 数字告诉我们吗 并不是 是我们用尝试判断出来的 你光看数字的话 你并不能看出是吸烟导致疾病 还是疾病导致吸烟 我们不能光从数字上看出 哪一个是原因 哪一个是结果 这观点很重要 当我们在做 contingency table 当我们在计算 conditional frequency 当我们在计算 reactive risk 跟计算ax ratio的时候 我们并不能光凭这些数字判断说 哪一个是原因 哪一个是结果 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尝试 我们根据 或者根据科学理论来说 也许吸烟是原因 疾病是结果 但是这不是数字告诉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尝试 或是我们的科学理论告诉我们的 所以 光看这个ax ratio的话 它就有两种完全不一样的解读 第一个是 the chance of smoking are 2.76 times higher for individuals with the disease compared with healthy individuals 有生病的人跟健康的人比起来 有生病的人有吸烟的几率是2.76倍 第二个解读是 有吸烟的人跟没有吸烟的人比起来 有吸烟的人生这个病的几率是2.76倍 哪个比较合理 你要有你的尝试来判断 你要有你的科学理论来判断 而不是有这几个数字来判断 统计学能做到就是 告诉你这个2.76这个数字而已 至于哪个是原因 哪个是结果 这是统计学没有办法告诉你的 好 我们刚刚谈的全部的东西 都是谈我们刚刚许狗的那个例子 就是吸烟跟疾病的关系 我们有没有 这边也跟大家示范一下 说我们怎么处理真正的资料 所以还记得吗 这是我们的教科书给大家的一个资料 是PISA Delivery 然后我也有提到同学来信询问 说在写作业的时候碰到困难 他要怎么读进资料 怎么再说明一遍 当我们要读一个CSV档案的时候 我们常常使用的指令是 read.csv 这个指令在R里面 然后你的做法就是 read.csv 你把你的档案放在哪里 你就在后面输入在哪里 然后你把它读进来之后 你在前面画一个箭头 指上PISA 你就会在右上角的environment看到一个物件 PISA里面有我们所有的东西 在这里 它是一个Data Frame 或者如果你知道在网路上哪里抓到这个资料的话 你也可以在read.csv后面 直接输入这个超连接 http 冒号 两条斜线 然后后面是这个档案的网址 我把它读进来之后 我可以做我前面说明的全部的事情 比如说我想要画Contingent Table 我一样用Table这个指令 我想要画PISA这个里面的Driver跟Branch 这两个变数的Contingent Table 我就是PISA $3 drive 指的是说我要PISA这个Data Frame里面的Driver这个变数 PISA这个Data Frame里面的Branch这个变数 我选取这两个东西 画上Table 我就画出Contingent Table 我加上Add Margin 它就会帮我算出Marginal Frequency 我来执行这一行 你看 在我们这边 我们有五个Driver Bruno Dominico Luigi Mario Salvato 然后他有三个分店 Central Center East 跟West 然后Bruno这个 这个驾驶有129次帮中央分店送披萨 85次帮东分店送披萨 115次帮西分店送披萨 我们也可以计算Kite Square Statistics 用Kite Square Test这个指令 然后同样的 我先用Table 画出Contingent Table 夸号放是PISA Data Frame Driver PISA Data Frame Branch 然后用Kite Square这个指令 记住我们要加上Correction等于F 然后算出来Kite Square是56.85551 我们也可以用Python来做这件事情 当我们用Python读资料的时候 注意我们用的档案是Pandas这个 这个Library里面的 我们在前面已经呼叫过了 我给大家看一次 我们在前面最前面已经呼叫过Pandas了 它指令是Import Pandas 然后基于懒惰理由 我们用的习惯是把它写SPD 这样以后你要呼叫Pandas这个Library底下的指令的时候 你只要在前面加上PD就好 不用加上Pandas 所以我们用Pandas这个Library的ReadCSV这个指令 注意哦 在Pandas里面 在Pandas里面 它是Read底线CSV PD.read底线CSV 然后后面夸号里面输入 你把Pizza这个东西存在你的电脑的哪里 你就把它输进去 然后 当我们读进去之后 我可以用 我同样我可以做 我前面做过全部的事情 我在这边换行 让大家看得到 比如说我要用Pandas的Crosstab这个指令 画ContinenceTable的话 就是PD.Crosstab 现在我在前面 我呼叫了 我还没有执行这一行 好 我把Pizza这个物件 叫进去之后 我想要看Pizza的Driver跟Branch 这两个变数的话 在Python我的指令是 还记得吗 R的指令我用的是Darer3 Pizza里面我用的是 在Python里面我用的是中括号 Pizza中括号单引号Driver Pizza中括号单引号Branch 我就叫出了Pizza这个DataFrame里面的 Driver跟Branch这两个变数的 ContinenceTable 然后我把Margins等于True加上去 它就会帮我算Marginal Frequency 我来执行这一行 它就帮我画出我们刚刚看过的表 我们有五个 再说我们有五个Driver Bruno Domenico Luigi Mario Salvado 然后我们三个分店 Center East West OK 这是我们怎么用 R跟Python 如果我们的资料不是 我们处理真实世界的资料 我们 There is' 给他带来我们的资料